阿拉巴馬州 生日派對槍擊事件 最少4死28傷 阿拉巴馬州一個鄉郊小鎮 Dayville 星期六晚在市中心一個生日派對中發生槍擊慘劇 至少4人死亡 事件在當晚10時34分左右發生 消息指現場是一個舞蹈室 有多人參與聚會 當局指事故總共有28人受傷 受害人多數為青少年 據CNN引述當地其中一間接收了15名槍傷受害人的醫院人員表示 其中6名患者已經於星期日出院 另外有5人情況危殆 4人情況穩定 死者分別為23歲的Corbin Holstein 19歲的Mercie Collins 18歲的Philstay Fierce Dondell 以及17歲的Sanky Fierce Smith 截至星期一下午 當局仍然沒有透露疑犯的消息 或者有沒有相關人士被捕 只是強調目前並沒有公眾安全危險 其中一名死者Dondell是當地的高中畢業生 案發當晚的聚會是慶祝她妹妹16歲生日 當日擔任派對唱片騎師的是高中足球隊穆斯 他指在槍擊案發生之前 看不到又打鬥又或者騷亂 Dondell今年高中畢業 他已經獲得 Jetsonville州立大學獎學金 於下個學期入讀 並代表大學美足校隊 認識Dondell的人 對他的離世感到十分悲哀和軟識 另一名死者Smith 是當地的高中籃球隊計時員 根據Talapusa縣學校負責人Wayman Porter 表示 他是一名優秀的學生 也都是出色的學校和社區大使 阿拉巴馬州州長K.Ivy 發聲明向Denfield的社區慰問 他與阿拉巴馬居民同樣感到悲痛 拜登總統嚴厲譴責槍械暴力 並繼續強調加強立法管制槍支 根據槍械暴力數據庫顯示 今年頭15個星期 美國已經發生最少163宗大型槍擊事件 相等於每日有1.5宗事故 大型槍擊事件是指不包括槍手的情況下 有4個或以上受害者遭到槍手射擊的事故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